在加拿大与不同族裔房产交易 有哪些需要避免的认知误区呢? 加拿大以多元文化组成 近25%的居民来自海外 这些文化影响的日常 也在房地产交易中发挥着作用 了解不同文化的决策方式至关重要 有助于避免误解和冒犯 不同文化在谈判策略上有哪些差异呢? 在房地产交易中 你可能遇到不同的谈判策略 如低价报价 千万不要把它干成是一种污辱 它往往是谈判的起点 可以通过多次协商达成交易 在不同的文化中 家庭的决策对房产交易可能具有重大的影响 购房可能涉及整个家庭的意见 来自不同国家对购房流程有什么不同的影响呢? 国别不同也影响着购房流程 从专业许可到合同的态度 理解这些差异也至关重要 例如在加拿大 房地产经纪人可以获取所有的房源信息 而在其他一些国家可能对此需要通过不同的房产经纪人 合同在某些文化中不具备普遍的约束力 有些更需要重新进行谈判 提前获得抵押贷款预批 对于买家来说重要吗? 提前获得抵押贷款预批 不是所有国家的惯例 但在加拿大可以加速交易流程 增加买家的优势 对于不同文化的尊重和了解 以及与了解加拿大房地产规则的专业人士合作 将有助于顺利完成交易 非常 好吧 这个